13号新加坡籍的货轮13号下午行进花莲外海的时候 一名印度船员右手骨折 接获通报之后 花莲空中勤务总队联盟派遣黑鹰直升机前往救援 最后是花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才把人带到地面来进行医治 把人固定好连人带单架 从海上货轮安全运送拉到天空直升机 安全降落地面救护人员防疫服包紧紧 干净来替印度船员进行包扎 13号下午3点 一艘新加坡货轮行进花莲外海 其中一名印度机船员右手骨折 花莲空中勤务对立即派遣黑鹰直升机前往救援 先下放一个海巡的烧救弟兄 先对这伤患做基本的包扎 10分钟的时间 我们就把人员顺利吊挂上机舱 交通时间到完成救援来回直花上一小时 一间或通报小组立刻开车前往目标区域 在下午3点41分派遣黑鹰直升机到达海域后 划半小时盘查发现货轮 并在10分钟内迅速完成人员吊挂 最后降落运动场对伤患进行救护作业 最后也将印度船员送往医院进行后续诊疗 所有机组人员也在最后进行清洁消毒 顺利将任务圆满达成 解释力经常欢迎花铃层报道 Whichever- пред念社会 scored 解释力经常选择 解释力经常转 解释力经常遵 USS